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8月份活动全公开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 7月份结束之后我们来到8月份了 那8月份的刚开始我们将带大家看的就是 8月份Pokemon GO的活动内容到底有哪些 那每年8月份的重头戏GO FACE的活动 其实在前几个月就释出部分的消息了 那今天的话我们也来带大家看一下 到底GO FACE的活动中还有哪些是值得玩家们去注意的 除此之外 8月份还有哪些独立的活动 我们今天就来一一的来讨论吧 好 那首先的话我们先从8月份团体战的头目来看 那7月份团体战的头目可以说真的非常之平淡 那8月份的话是值得玩家们期待的 首先的话是目前的雷吉多阿哥将会延续到8月4号礼拜五的时候 然后早上10点开始将会变成第四代的梦神克雷瑟利亚 从8月4号到8月16号 然后8月份后半段最令人期待的就是第六代神兽 泽尔尼亚斯跟伊佩特塔尔会一起登场 将会在8月16号礼拜三到23号之间 然后8月23号到27号之间的话会延续GO FACE的角色 然后再来的话27号到9月1号还是回归是伊佩特塔尔跟泽尔尼亚斯 那GO FACE的当周的话其实原始盖尾卡跟原始顾阿多 将会在六星的团体战头目中登场 时间点的话会落在8月23号礼拜三到8月26号之间 那如果你还抓不够的话 8月27号礼拜日的早上10点到11点期间 也是有原始顾阿多跟原始盖尾卡的 但是从11点之后将会变成超级烈空座仅出现一天 当天玩家可要把握时间农好超级烈空座的超级能量才行 至于8月份的晚餐约会的话 超级烈空座是不包含在里面的 那明天的话开始会是雷吉多阿哥 下礼拜是克里瑟亚 下礼拜则是哲尔尼亚斯 那我们GO FACE的活动周的话分成两个 8月23号礼拜三是原始盖尾卡 8月20号礼拜四则是原始顾拉多 那我们GO FACE的活动结束之后 伊佩尔塔尔将会在月底的8月30号登场 那这也就是8月份传说宝可梦他们的skedule啦 玩家如果想要打哪一支的话 可要把时间给记起来 再来丹尼帮大家快速浏览一下 到底8月份传说宝可梦的一个实力如何 首先的话我们看PVE PVE的话我们这边抓出了6只传说宝可梦 那在前面两只雷吉多阿哥跟克里瑟亚 他们在DPS秒输出伤害自身属修的招式 其实伤害量都不算特别高啦 所以玩家可以直接排除这两只 至于后面4只神兽在PVE的伤害量真的非常之出众了 像第6代的神兽 哲尔尼亚斯以及伊佩尔塔尔 他们在这一次都有获得他们的专属招式 像是伊佩尔塔尔获得死亡之一之后 他的DPS秒输出伤害飞行系达到了19.2非常的高 那排名在飞行系的第4名 那也因为他获得专属招式死亡之一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伊佩尔塔尔的数据 他无视成的CP达到4275 有点可惜的是他在之前开场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是5000啦 因为可能太强被下修了 那到目前还没有恢复 4275的一个体质上来说 他的攻击算是不错 但是坦度就一般般 是目前他在大世界帽使用的一个感觉 那这次获得专属招式死亡之一是一个飞行系的大招 那这边有PVE跟PVP的一个数据 然而单看的话玩家应该会连补SARS啊 到底死亡之一有多强 那我们拿伊佩尔塔尔目前拥有的飞行系大招 暴风来比较 首先的话PVE的情况 我们直接算DPS乘以DPE的数据 可以发现到暴风只有44.81 跟死亡之一的76.1是蛮大的一个落差 所以获得死亡之一之后 伊佩尔塔尔的飞行系的伤害量 肯定是能够提升的 至于有在打对战的玩家最关心的PVP 也不用太担心 死亡之一的能量只要50 比起暴风的65是低上许多 表现上1.7也胜过暴风1.69 所以我们可以明显了解到 死亡之一这一招确实给伊佩尔塔尔 在飞行系的实力是提升的 就目前死亡之一的数据 确实能够给伊佩尔塔尔实际上的提升 那丹尼对于他目前的评价是有S-啦 主要原因在于他本身有蒸汽弹 可以直接一发打死刚系之外 在遇到妖精系的时候 原本一下暴风可能打4分之3血量 你还得再发一个招式 但是死亡之一的能量上更短 操作弹性上也是更加之优秀 那没有办法给他到S-加 或者是A-10的一个评价 主要原因在于他的体质 其实跟一线的神兽相比 可能你还是会发现到他有时候 平局状况下还是会输在体质的对抗上 是我们伊佩尔塔尔丹尼在玩的一个感觉啦 只要他目前最短能量也至少要50点啦 说实在出招的速度还是有点欠价 是丹尼对伊佩尔塔尔整体的一个评价 不目前国外是没有挖掘到死亡之一 有没有特殊效果啊 如果我到时候特殊效果的话 想必可以让伊佩尔塔变得更强 也说不定啦 好那伊佩尔塔尔讲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讲 目前妖精非常强的哲尔尼亚斯 他在妖精系DPS的秒输出伤害达到17.4 仅仅只输给超级沙奈多 那在哲尔尼亚斯获得专组招式大地掌控之前 但你认为哲尔尼亚斯就是昌响的一个替代品啊 因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本身的大招组合 其实跟昌响是有点类似的 但是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他的小招是配撞击 这一个能量或者是威力都是有点尴尬的存在 但是获得大地掌控之后 他获得高蓄能的一个招式 势必的让他在目前的大世界盟是有用途的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哲尔尼亚斯的专组招式大地掌控的一个数据 那DPS乘以DPE的数据达到1.2.4 那不止如此 因为哲尔尼亚斯本身攻击力都很高了 而过往无法当作妖精系打手 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妖精系小招 这一招刚好弥补的让他有大小招组合都能够用妖精系进行输出 是他能够占上PVE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于PVP的话 他这一招的能量蓄能是蛮高的 有达到13 威力的话则是偏弱 整体的数据很像大声咆哮啦 那我放上目前哲尔尼亚斯的招式组合的话 玩家可以注意到他的小招原本应该选择撞击啊 那自从获得大地掌控 你就有高蓄能的招式了 我们在前面有讲大地掌控非常像大声咆哮 而大招部分的话 有近身战有打雷有月亮之力 这个组合的搭配跟昌响可以说是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哲尔尼亚斯的优点在于他的妖精系招式 月亮之力是比起嬉闹的数据来得好 打雷的话也不像是我们的风王福特有副作用 即使丹尼对这一次获得大地掌控的 哲尔尼亚斯评价可以说非常高 是达到S的 在体质部分的话 哲尔尼亚斯的坦度是比起昌响高上一点点 那在招式组合的话 其实双方是非常之相似的 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PVE妖精系输出打手 哲尔尼亚斯排名在伤害的第二名 是比起昌响目前来的好用 而且在属性对抗上来说 在大招牧很常看到龙系 有一个双克的妖精系体质 对哲尔尼亚斯来说是非常之棒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评价是比起伊佩特塔尔来得好 是打到S的 所以组合的以上的话 可以发现到这一次团体战的头目 不论是伊佩特塔尔或哲尔尼亚斯 玩家们都非常值得去捕捉 这样子可以说非常的强 至于跟着GOFACE的活动一起登场的六星头目 原始瓜多跟原始盖尔卡我们之前就有讲过 他们是目前地面系跟水系的伤害量第一名 虽然是要原始回归 但是整体的使用性非常好 玩家如果之前没有抓到100% 或者能量没有补足的话 可以趁这一次活动刚好补好补满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是PVP的一个实力 那这边丹尼有把比较强的角色的排名 用红字把它标注起来了 像克里斯利亚在超级阅盟 以及高阅盟部分排名非常的高 不过玩家如果要在超级阅盟高级阅盟使用的话 肯定要跟朋友交换一只工地体房高的 会对克里斯利亚来说会更好用一些 至于佩特塔尔、哲尔尼亚斯、固拉多及盖尔卡的部分 他们都是在大世界盟非常强力的角色 可以看到排名都非常的高 玩家如果要使用的话 尽量在这一次也把XL场给浓起来 才有办法在大世界盟大厦释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八月份团体战的头目 真的非常令人玩家们期待 除了雷吉多阿哥之外 其他角色都有他们自己适合的地方 那么你认为这一次六只角色里面 哪一只是值得你捕捉的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丹妮一起讨论哦 好那普通团体战讲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超级团体战的部分 这些超级团体战总共会有四只角色登场 那在目前的话 17月25号到8月4号之间的超级班杰阿斯 结束之后会换成超级暴力涌 再来是超级暴飞用分成两个时段 而我们刚刚有讲到的超级裂空座的部分的话 从8月27号的早上11点到晚上的6点期间 那超级团体战的角色在目前的游戏定位 还是会以PVE为主 那班杰阿斯我们有讲过的 他是目前岩石系的第四名伤害 二系第一名 超级暴飞用比较可惜的是 他在水系只排名在第五 DPS来到18 二系则排名在第九 是我们四只一面最没有亮点的角色 超级暴飞用目前没有飞行器招式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看龙系的话 他是目前龙系的第二名 竞输给超级裂空座 那列空座可以说是超级暴飞用的高阶版本 因为他的属性或招式都是蛮相近的 那除了胜过超级暴飞用龙系伤害量第一名之外 飞行系的话自从他获得画王点青 DPS来到非常夸张的28 所以飞行系跟龙系PVE的伤害量都是排名在第一的 那比较可惜的是 这一季并没有超级进化杯的赛事 那如果改天有的话 我们也会尝试使用这些角色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在对战的真正实力 好那四星跟五星团体战同步讲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份的活动了 那八月份活动的话总计分为五个 那GOFFACE的活动除了全球之外 还有另外三个地区的一个活动 那首先的话我们先看近期即将要登场的 妖精庭园计划将会从八月五号到八月八号之间 那这活动的话主要是以草跟妖精系的宝可梦为主 那里面比较可惜的是并没有新登场的宝可梦 如果要算比较新的话 就是这一次开放色围的百合跟娃娃 玩家可以在活动期间多抓一点 再来来到月中的话就是我们2023年WCS宝可梦世界锦标赛 即将要在日本举办的 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一起直播打台湾的预赛 但可惜了并没有入选 但是没关系刚好趁这一次没有入选的情况下 我们又可以直播这一次WCS的一个战况了 所以如果你也是非常喜欢对战的玩家 到时候可不要错过丹尼跟着大家一起直播的 WCS锦标赛的赛事 丹尼会实况转播 跟大家一起讨论 至于对于参赛选手比较不好意思的部分 就在于社群日竟然跟WCS的活动是冲突到的 哇真的非常可惜啊 参赛选手竟然没有办法在这社群日 努力的捕捉非常帅气的色维甲鹤人蛙 不过我们肯定会抓好抓满的啊 毕竟色维的甲鹤人蛙这么的帅气 希望能够拼到100%色维的 以后说不定还有机会进化成小智人蛙 至于玩家们比较想要知道 甲鹤人蛙的一个社群日活动资讯的话 丹尼会再做一部独立的影片来专门分析甲鹤人蛙社群日 以及它本身的一个实力 玩家也能够持续追踪文章跟影片 那再来的话是8月19号到22号将会是 巫毒沼泽计划 那想到沼泽的话 想必的玩家们脑中应该都冒出了帕迪拉地区的土王这个新角色 丹尼有稍微研究一下它原作的数据 不论是体质招式或者是它的属性 在我们Pokemon GO里面的话都算是一蛮实用的角色 不过还是要等官方实际公布 但你到时候再来分析它整体的实力给大家看 好那活动最后的话就是Pokemon GO FAST 2023的全球活动 那如果你在三个地区都没有买票的话 你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在8月26号到27号的早上的时候 玩家也能够参加活动 但是多数的活动内容应该还是要购买在商城的440块票券 才能够实际参与 那这次活动最大的惊喜 除了超级烈空座之外 也有超级地安西会登场 那我们之前有独立分析一支影片提供给玩家的参考之外 那在我们大阪 伦敦跟纽约的三个地方 玩家能够率先体验到 并且也获得超级地安西跟超级烈空座 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找玩家来实测看看他们的实力 所以就敬请玩家们期待啰 好那8月活动内容讲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8月的聚焦时刻 那聚焦时刻的话在今天有六尾登场了 那六尾进化后的九尾关都地区的 在某些对战的状况下来说还不错用 不知道玩家们抓得如何 所以接下来的聚焦时刻的角色的话 当然认为最值得做的就是派拉斯 派拉斯在下礼拜的8月8号礼拜二登场 捕捉的星辰将会加倍 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派拉斯原本捕捉就有500点的星辰 那在星辰加倍的情况下就变1000 如果你开心碎片的话则是提升到1500 天气加成甚至能够达到1875 虽然玩家要把握下礼拜聚焦时刻的时候 算就一小时 但是浓好浓满 至少也可以浓个十几二十万星辰 也算是蛮补的 至于后续的童偶熊毛球或者玛瑙水母 这些角色当然认为在普通的赛事里面 整体的使用性算是普普通通的 玩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抓几只 在超节眸跟高节眸体质的就好了 至于最后的话官方也还是有公布 这一支七天突破新进展奖励 能够抓的角色 但终究是没有神兽啊 期待性来说算是普普 而我们每个月的奖励这边 七天捕捉奖励以及七天转补给战的奖励 这边官方是有额外的提供出来 虽然奖励上来说数字没有很大 但是不无小补啦 这也就是我们八月份整体的活动内容 提供给玩家们当做参考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八月份活动全部公开了 虽然之前已经有公布了GoFace了 以及一些相关的活动内容 已经把这一次八月份的活动内容的惊喜 下降了不少 不过里面要说最令丹妮兴奋的 肯定就是第六代的神兽 这令阿斯跟歪神一佩了他的专属招式吧 毕竟丹妮手上还是有100%的一佩了他的色围的 可以直接无痛换招式 而且大世界盟即将要到了 所以丹妮也可以实测给大家看 算是一个不错的小惊喜 那么玩家对于这一次八月份活动 有什么样的看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蓝妮一起讨论哦 那么今天影片就提供给玩家们当做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